欢迎收听和收看访问时间 好那马斯克推推推的节目呢 那做到今天可真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气都喘不上来了 因为马斯克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他从一个飘忽不定 这个游走在政治之外的这么一个企业家 现在呢冲到了第一线 那今天他说他要设立一个叫做律师部 专门和极左派这个死科 对攻 所以呢这简直是看的 这是目瞪口呆 这是范围给您带来的最新的一个报道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没关联的 但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事情 马斯克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他在巴西为巴西 一万九千家农村的学校 没有上网的学校启动新链的项目 同时呢也帮助亚马逊河的这么一个环境监测 提供新链的服务 马斯克说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他感到非常兴奋的同时 他另外还有一个整个的怎么讲 另外一场大战 那么今天在进行中 所以推特发生的事情呢 简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对不对 商业内幕发了一篇文章 来这个叫做什么 指控马斯克涉嫌性骚扰 马斯克今天就发了个推 他说很明显 他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打我 以干扰对推特的收购 这篇报道是他们在接触我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OK 所以呢这就是当初这个推特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时候 方伟还是跟大家说这个极左派 他没什么反应 那么其实他们是有反应的 他们的反应虽然不是大笔的资金进来跟马斯克抢推特 而是用这个抹黑的方法 来这个阻止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 好那么今天呢 在怎么讲 在推特上演出一个小戏码 虽然是个小戏码 我觉得还是值得说一说 有个女生 她的名字叫Terrible808 她昨天就发了个推 她说 伊朗啊 为什么在你直面这个建制派的势力之前 他们没有对你提出性骚扰的指控呢 马斯克就回说 对呀 Exactly 那这个Terrible808接着就说 天呐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认可过 他的意思是就是说 我被小马哥亲自亲自回推 好 那我我简直高兴坏了 好 就这么个对话 三段论对不对 那么刚才大家大家听到了 第一就说 为什么他们以前不指控你啊 现在才指控啊 马斯克说对呀 第三就是他好高兴 是吧 结果呢 很快很快 第一条就没了 就在推特上剩下一个马斯克说对呀 接着这个Terrible说 哎呀我真高兴这个美坏了哈 所以大家看的推友看的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呢 有些人一直在跟这个事情的人呢 就会说 就就就就跑去提醒马斯克说 哎哎哎 推特把你这个这个否认 这个你涉嫌性骚扰的这个这条线呢 给删了第一个帖 好 结果呢 呃 马斯克就就基本上就说是吗 写了两个惊叹号哈 那接着有人就跑出来说过了八个小时 他说八个小时之后 推特呢 又把删掉的东西又回复了 OK 那么回复的时候是美西的清晨的哈 所以就有网友评论说 推特的CEO大概是吓得一大清早 就赶快下令解调这个这个封杀 免得惹来未来的老板马斯克生气哈 所以就这么一个事情吧 就是当然了你如果不去掰开了仔细看的话 根本不知道在发生这么多事情 这只是诸多事情中的其中的一个事情 好 下面来这个马斯克今天的最重磅的消息哈 他就发了个推 他说特斯拉正在建立一个铁杆的诉讼部门 这个部门啊 我们将发起和执行诉讼 这个团队啊 直接向我报告 那接着他就跟大家说 跟他的这个推友说 9400万呢 他说你没有好证据的话 给我三到五个要点 OK 下面有写了个email地址叫justice at tesla.com justice at tesla.com 就是我用这个email 我来收大家给我提供的证据 好 那马斯克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拜托 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还有诬赖我的案子 拜托大家统一都叫做伊朗门 好不好 伊朗门呢 伊朗马斯克对不对 叫伊朗门 听起来也像伊朗门的哈 在中文中叫伊朗门 他说我喜欢 我觉得这个叫法太酷了 太完美了 当然你要问方伟说 他为什么喜欢把自己针对自己的 诬赖的他的案子叫伊朗门呢 我猜他就是说这个想比这个通俄门 大家知道这个Russian gate 针对川普的通俄门 现在是可以说是完全破产 他是不成立的 所以马斯克呢 也喜欢大家叫他 这个把他的东西叫做伊朗门 所以显然呢 我认为哈 我认为他就 他认为就是伊朗门跟通俄门一样 会同样破产 所以大家这么现在这么叫 接着马斯克就发了个推 他说我的承诺 郑总说我的承诺 大家听听看哈 他说如果有官司告我们告的有理 即使我们可能打赢 我们也不想打赢 OK 如果有官司告的我们告的没理 即使我们可能输掉 我们也绝不认输 也绝不和解 OK 听上去很硬 也很有原则 他接着又发推 他说我要寻找铁杆的街头斗士 他说的是律师 就是像铁杆的街头斗士一样的律师 而不是穿着白鞋的体面律师 这帮人是因为腐败而兴旺 我不要这些人 然后他加一句 他说 There will be blood 将会见血的 用我们这个中文化叫什么 要出人命的 他说我跟他们干要出人命的 就是意思 好 那么 那么另外一条线 在推特上和马斯克有关的 就是现在我们首先说个情况 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杜伦啊 这John Durhan啊 那么把希拉里竞选团队的律师苏斯曼告上了法庭 现在正在审 OK 那么这个审下去之后就可能把当初针对川普的通俄门翻个底朝天 那里面的内幕黑幕这个诈骗说谎都可能把它翻出来 好 那个共和党的众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那么今天就发了个推 四句话哈 第一句话说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斯蒂尔就是那个英国间谍哈 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编了个假档案 第二句话就是叫做Glenn Simpson 把他卖给了媒体 第三呢 就是迈克尔苏斯曼 苏斯曼哈 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律师 把他塞给联邦调查局 他讲的就是他跑到联邦调查局那去 谎称我是一个公民来举报 然后把这个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的那么一个Dossier 那个假档案呢 就是无赖川普的假档案塞给联邦调查局 希望他们去调查 这件事情就是在发生在上次大选 2016年大选的当年的10月份 10月份就在选举前的大半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 好 那么麦卡锡最后一句话说 现在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全在骗你 好 马斯克看到这个推了 他就回说几句话哈 第一句是完全正确 第二句话说 我打赌 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 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名竞选律师 他说的就是苏斯曼哈 利用竞选基金精心编造了一个关于川普和俄罗斯的骗局 马斯克接着说 你不得不想哈 他们说的还有什么是假的 然后有个推友就回说 马斯克 叫Alan out for blood now love to see it 伊朗现在要出去收拾人了 太爽了 马斯克还回啊 他回手 他说I'm indeed out for blood 我现在确实要找人算账哈 哇 所以那接着呢 马斯克又发了个推 他说我给希拉里克林顿捐款 并且投票给他 所以我对我的这些钱用来 现在用来边瞎话 我是非常的恼火哈 他就说这个通俄门这个事 那就说起来就是2015年呢 第二季度的时候 这个希拉里跑到加州去 马斯克就帮他募款 那个季度就募了 在加州就募了810万美元 OK 所以马斯克自己也掏腰包 还跟媒体讲话 帮助希拉里克林顿募款 这是2015年第二季度的事情 所以马斯克现在就觉得很火大 就是我那么相信你 我帮你募这么多钱 你现在搞出通俄门来 来边瞎话 骗人 他就觉得很生气 好 那么结果呢 这个话说到这里 一个网友就一个推友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说明 很有意义 他怎么说呢 他说 I guarantee that Elon Musk 我保证伊朗马斯克 在推特上发布 关于那个苏斯曼的 刚才那个苏斯曼被起诉的 正在被告的 苏斯曼的信息 是推特网站绝大多数人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OK 还有特别检察官约翰·杜伦 那么现在呢 对苏斯曼的审判是如火如荼 可是媒体不报 推特整个星期呢 也都在压制 关于这个审判的推文 OK 他写了这么一条东西 结果叫马斯克看到了 马斯克回推说 我是上个月才听说的 被吓了一跳 所以你看到 马斯克上个月才看到这个事 其实方位已经看到一年多了 有一两年了 好 那么马斯克就接着来了一个 回了一个神推 叫做SUSman SUS 控格man SUSman 这个SUSman是什么意思啊 在英文里头 他的意思就是嫌疑人 SUSman就是嫌疑人 而这个SUSman呢 他其实是叫做SUSS M-A-N-N 那么马斯克就把他 把他中间拆掉 就叫做SUSman 正好对应英文中的嫌疑人 所以他说这个 克林顿的这么一个律师 他的名字就叫做嫌疑人 对不对 他就是有猫腻嘛 所以马斯克很会玩词 好 那么推友什么反应呢 那么有个推友就写说 我们都认为川普的推文 当年很有娱乐性 我现在每天的兴奋点 就是打开推特 看看马斯克怎么惹到 把左派惹得如何的疯狂 OK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推特上看戏 好 那话说到这里 方位的感慨是什么呢 我的感慨是说 马斯克从游走在政治之外 飘忽不定 倒冲到第一线 组织律师团队 现在和极左派死磕 那么这里头印了一个什么呢 印了一个所有和共产党 怎么讲斗争的规律 我们这里讲的是美国的共产党 就是你不理政治 政治要理你 你觉得你想洁身自好 你想岁月静好 可是人家要掀翻这个国家 那么你能不回应吗 对马斯克来说 人家就是要为了阻止他收购推特 OK为了为了为了怎么讲 为了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就用这种抹黑的方法 这种报刊抹黑 郑阿八经的抹黑 这个这个报道的方法来抹黑他 马斯克不反击都不行 这样的事情也许 也许在美国会越来越多 也许会牵扯到你我 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不想理政治 政治要理我们 我们自己有什么责任呢 好话说到这里 我这个节目做的很短 那个我说一下最后的这个结尾 这个通俄门呢 其实是延烧了两年 最后呢 那个穆勒 大家记得那个特别检察官穆勒 最后得个结论说 啥也没查出来 没事 没事 但是呢 这两年搞得川普 没法好好做总统 OK 如果没有通俄门的话 川普其实能把普京 拉进美国的怀抱 而不是推到习近平的怀里 那么今天就没有俄乌战争 今天就没有这么欧洲的乱局 那么世界都会针对中共 那其实中共是很难撑下去的 但是呢 因为通俄门搞得川普跟普京 好好说话都做不到 那么现在今天的乱局都跟当年有关系 这是方伟的看法 好 所以呢 报应回来 现在结果后来呢 川普的最后一年 这个倒数第一年 倒数第二年吧 任命了一个 这个特别检察官叫约翰杜伦 这个杜伦呢 是一个其貌不扬 安安静静的检察官 那么查了半天啥声音都没有 结果还被川普骂 说你你是个假货吗 怎么查了半天 啥也没动作都没有呢 到我这个2020年大选的时候 你都没没出来 啥声音都没有 结果呢 这个杜伦是个办案高手 不声不响的 把相关的证据全部找出来 现在起诉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苏斯曼 这个嫌疑人 那么把这是克林顿竞选团队的这个律师 把他给拎出来 现在放到这个炉火上烤 那么从现在开始往下走 他真的有可能把通俄门掀个底朝天 因为你知道美国的特别检察官 他是无限的权利 无限的资金跟无限的权利 现在的总统是管不了他的 现在的总统 现在的司法部都管不了他 这就是特别检察官的独立的这么一个位置 和独立的权利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 这个特别检察官杜伦 这个怎么讲 怎么抓到苏斯曼 以及以后会走到什么方便免去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方便我想另外专门做一个节目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也是很影响美国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事情 好 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更新 大家不要错过在推特上发生的 雁花缭乱的诸多的 也不能叫戏码 对不对 它其实是蛮严肃的事情 这就是美国的变局 给大家带来一些透明的透明度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方伟的节目 记得点赞 记得订阅 记得点开小铃铛 那么记得留言 给我一下您对方伟的节目的看法 以及说您给我的建议 包括话题方面 好 那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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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